我们经常会在电影中看到这样的画面 窗外的天阴冷灰暗 但家里却足够温暖舒适 这种观感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拍摄的时候 我们用了不同的色温的灯来进行打光 那如果你想知道色温是什么东西 不同的地方色温应该是多少 拍摄时应该怎么运用色温 得到合适的灯光效果 那可以先在这边关注我们 点赞投币一键三连 这回是我们继续做灯光科普的动力 那不要不都说 我们直接开始 想象一下这里有一个绝对黑色的物体 它不反射任何的光线 所以看上去就是一个完全黑色的东西 甚至不能说有颜色 但假设这里出现一堂火 我们对它不断地进行加热 它的颜色就会产生变化 由黑变成红色 接着又会变成黄色 再变白 最后再变成蓝色 那这个物体 我们把它叫做绝对黑体 那它产生这些颜色 就是我们所说的色温 那绝对黑体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但是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块 被加热的黑色铁块 那当温度渐渐升高 原本的黑色就会被一步步烧成红色 甚至是白色 那色温单位我们用开尔文K来表示 那我们把3300K以下称之为暖色 低色温 那5300K以上我们称之为冷色 高色温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 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 就是数值越高 色温越冷 那简称高冷 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 接触到灯光的色温 大多在2000到8000K之间 像我们最重要的光源 太阳 在普通的时间段 它的色温也是完全不同的 那日出日落的时候 会在2000到3000K左右 那正午比较晴朗的时候 日光能够达到5500K到5600K 那阴天则会在6000到7000K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地 从画面里看到对比 色温数值越大 光看起来的视觉上 就会显得越冷一些 那一般来说 人更容易在高色温之下 集中注意力 那适合工作和学习 所以办公环境 大多都是这种白色 或者偏蓝的光 但同时 如果你长期处于这种 高于4000K的色温之下 你的眼睛就会更容易疲劳 因为蓝光波长较短 能量很高 穿透力也很强 这就会让你的眼睛干涩 还有冲雪 那所以说 上班时候如果你想睡觉 那不一定是你真的想 也有可能是灯光 在让你想 另一方面 低色温之下 人会更加放松一些 所以在家里的卧室 还有客厅 你就可以用暖黄的光来打亮 这样也会足够温馨一些 那同时 你的大脑会告诉你 就差不多 时间到了 准备洗洗睡了 那等一下 高色温也想睡觉 低色温也想睡觉 就没有一种能够 不让你睡觉的色温嘛 那如果你不知道 什么色温最合适的话 那4000K 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选择 那这时候的色温 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 事物本身的颜色 也不会让你的眼睛太受累 那像我自己家大部分的灯 我都选择了4000K左右的色温 那相对来说 对拍摄也会比较合适一些 那说到拍摄 就不得不提到 白平衡对于色温的影响 这是最容易混淆的一个点 你能在所有摄影机里面 看到这个功能 那点开以后 你会发现它的单位 和色温一样 也是K 那摄影机的白平衡 跟光源的色温 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小的测试 那这里有ABC三盏灯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 摄影机监视器的画面 那各位不妨来猜一下 ABC三个灯 哪个灯的色温是5500K呢 OK 公布答案 B的色温是5500K 而A是3000K C是7000K 那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就明明画面里面 A才是看起来最接近白色的 那B整个都发蓝了 怎么可能是5500呢 那其实是因为我在这个时候 把摄影机的白平衡 调整到3000K 那当灯的色温 和摄影机的白平衡数值 一样的时候 你所拍摄出来的画面 自然也就是白光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天平 那左边是色温 右边是白平衡 如果两边的数值都一样的话 那这个颜色就被调平了 你看到的就是白光 那如果色温数值小于白平衡 光就会偏黄 色温大于白平衡 光就会偏蓝 那白平衡可以帮助你较整色温 把画面里面白色物体 还原成它应该显示出来的白色 但是当我们正常拍摄的时候 真的有这种所谓白平衡正确的说法吗 那如果是拍商品 比如说把白色还原成白色 那这确实是很专业的一个做法 因为它呈现出了这个物体 本身应该有的颜色 但如果说你是在创作 要怎么样去调整色温 还有白平衡 这些其实就要更多 从画面本身去出发 而不是纯粹的是为了 把画面主体给白平衡掉 这就像是水一样 你知道零度会结冰 那一百度会沸腾 这都只是一个标准 生活中的水 你不需要是零度 或者是必须是一百度 需要你自己来选择 你到底要多少度的水 那就像是你要选择 到底要多少K的色温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虽然说现在后期调色真的很强大 如果说你拍了RAW 不管你的灯光用的是什么色温 摄影机设置白平衡是多少 后期你都可以徒手 报改色温 但我们也都知道 工作量你不可能全部扔给你的调色 如果能片子拍完了 才想着要把暖色 给拉成一个完全相反的冷色 把一堆乱七八糟色温都给统一起来 这只会让画面变脏 也会失真 调色老师也会直接离职 所以想要不同的色温效果 还是要尽量在前期给设置好 那会比较好一些 那如果说你手头上 没有那么多可以变色温的灯 其实你也可以用到这种色片来调整 那这个蓝色的叫做CTB B就是Blue蓝色 加装在灯的前面 它可以把灯的色温 从3200K上升到5600K 那这个橘色的叫做CTO 那你也能猜出来就是Orange 橘色 那可以借助这个色片 让5600K减到3200K 那这时候又有朋友要问了 那如果说我不想花钱 我就想做一个垃圾佬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那当然有了 那必须得告诉你 其实你可以 DIY 老婆 老婆你给我解释了 我必须 你可以在灯泡上 喷上这种耐高温的喷漆 那同样可以达到一个 非常不错的效果 那只不过这个灯泡你要洗干净 那就会相对比较麻烦这么一点 那电影拍摄过程中 也会经常使用到色温 来侧面表达故事的风格 那当然 这些不同的色彩带来的观感 还会跟场景中的道具 服装本身的颜色都有关 但是不能否认的就是 色温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 还是希望你能在实拍中 多多打工 多多尝试 在实践中掌握色温奥米 那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帮助的话请勿比一键三连 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 下期再见